白豆油你帶了什麼東西回來 今天去買一台氣炸鍋 要氣炸喔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囉 先講一下這台是在Costco賣的 它的價錢好像六千多吧 這個氣炸鍋在網路上說法兩極吧 有些人覺得不好用 本來就只用一次 可是有些人覺得超好用 我是支持不常用的內派 所以我覺得買這個沒什麼用 搞不好做出來的東西超好吃 欸有食譜耶太棒了 我等一下先來研究一下 這個是說明書跟食譜吧 這個是菲利普的 沒有任何業配還要放人家開箱 真的耍啦 這個小架子 來來來來看看本體 好我負責拿箱子 這個我們好像阿公喔 你不要亂講話 阿公 阿公阿公起來啦阿公 阿公 我救你我救你 阿公我們要放下囉 阿公要換衣服 阿公出來囉 耶 哇很漂亮耶 好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東西吧 欸怎麼拉不開 這個紙是做什麼 你要不要看一下說明書啊 我覺得你要拉壞了 不是用拉的它是按的吧 你按下去是不是 不是用按的啦 說明書咧 我知道 我需要坦汁咧 有喔這邊 有好第一部 就完成了 我覺得快壞掉了啦 等一下你不要執著於那個 我們再看還有第二本 還有第二本 我覺得是這個紙 紙片卡住 還是我們其實 要把紙片 白癡 幹嘛 喔搞笑喔 旁邊已經膠帶黏成這樣了 傻眼 搞什麼 是你好不好 好可以讓清晶 清晶送後就打開了 它有一個超好笑的問題 你看喔 有一個人有疑問說 我自製的薯條 成品不如預期 可能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使用正確的馬鈴薯 不是這個原因吧 應該就是它炸出來不好吃吧 好拆紙喔 全新的氣炸鍋 覺得讓你氣到不行 剛剛 氣炸鍋把我相機撞倒 我現在相機刮到了 現在真的是氣炸 真的要氣炸了 這相機是它的兩倍價錢 三倍吧 不要再急 這什麼爛鍋嘛 好趕快拍一拍啦 小相機身外之物 沒什麼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 有一個小相機而已 你把它拆一拆嗎 小鏡頭沒什麼 鏡頭而已嘛 一片玻璃啊 玻璃的主層就是碳啊 你隨便去超市買一大堆碳對不對 沒什麼 沒什麼 現在要吃牛排 有鮭魚 等一下鮭魚就用氣炸鍋試試看 那牛排應該是用煎了吧 或是用也可以用氣炸鍋 它一塊氣炸的點 這樣插頭有夠短 這是怎樣 那我們開始料理啦 放著直接灑起來 再來一點胡椒 好的我們一定把阿公請到房間 好了開始囉 200度14分鐘 我們等一下就開吃 你來幹嘛 來安慰我是不是 來 香片 香片出來 香片 好 我們要來開箱囉 哇 終於煎好了 哇 好香喔 熟了捏 很多油耶 慘 國慘 直接偷吃一口 好吃嗎 有魚刺 有魚刺 蠻好吃的好像不夠鹹 哇 好脆的感覺喔 天啊 這個很像炸 再來我們下一道料理 是牛排 賣相很差的魚肉 好 我們下一道料理 我們就不洗了 直接用魚油下去 它不用洗啊 可以直接用 好 這要料理是所謂的牛排 我們要好好查一下它們要多久 好 這是冷凍大蒜 這樣扣嗎 不知道 好 好 預備 開始 真的拍到燈光就有那個耶 魚 魚罐 不要再說 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真的會被它氣炸 我要氣瘋了啦 氣瘋鍋 好 我們來嚐一下氣瘋鍋做的料理 氣瘋鮭魚 還不錯耶 來 我們要配上胡椒鹽 吃一下 好吃 這就是 缺檸檬汁 還是沾醋啊 沾醋咧 我來吃這個皮的部分 皮滿好吃的耶 有脆脆的 吃皮就有像炸的感覺 皮讚喔 我覺得這個鮭魚真的很屌 鮭魚不管生吃或熟吃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以後如果我家 有那個水族香 我一定要養鮭魚 可以自己養 現撈出來吃 鮭魚應該是養在海裡的吧 對 鮭魚不管是生吃還是熟吃都很好吃 怎麼會有東西生的熟的都好吃呢 配個檸檬會更好吃 然後我們沒有檸檬只能配麥香 一點也都不搭 但是冰箱只有這個 我先把它處理起來 我們把這盤子洗一洗 然後順便帶把刀 等我們的牛排喔 然後在炸的時候 油煙味很重 所以還是最好在廚房 哇這隻這麼香耶 你聽起來好美味喔 有點緊張耶 哇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往後上說要燜個五分鐘 那我們來燜五分鐘 好 然後一定要把它切開 OK 喔 上菜喔 好香啊 好 我們來切牛排 拿著我們的牛排刀 這牛排刀蠻夠力的喔 為什麼我們牛排刀跟人家都不一樣 喔 就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讚這個讚 喔 就是這個讚 看看 就是這個顏色 看就知道一定很好吃 來 吃 喔 吃 香啊 很嫩耶 你要不要入手一攤 不用啦 我鏡頭 沒辦法再受到氣炸鍋的摧殘 雖然 讓我氣炸 可是它真的炸得好 我們今天的晚餐 鮭魚配牛排 with 氣炸鍋 準備要講幾個氣炸鍋的注意事項 好 我們首先要注意它下面那個鍋是不沾鍋 所以不可以用菜瓜布或鐵刷下去刷 然後再來我們要注意它在炸的時候其實油煙會很多 最好是在廚房臭煙機打開炸 你在房間炸你的房間會很臭 都是油煙的味道 阿對耶 還要注意不要讓自己的鏡頭刮到喔 你要把相機和氣炸鍋放圓圓的 不然它真的會讓你氣炸 啊 喜歡就訂閱我的頻道喔 還有有在吃在 帶你們煮好吃來吃 牛排 好多血水喔 掰掰 掰掰 再來要清洗氣炸鍋 聽說這是最麻煩的一個步驟 如果每炸一次就要洗一次 你有這麼勤勞嗎 你一般的鍋子也是用完就要洗啊 不是嗎 對也是 你哪一個鍋子可以不洗的 其實也還好就是你多用點洗碗清就 就洗掉了